两夫进食业了嘛 好 好好好 那个小时候烦的就是会 现在也 高龄都已经85岁的张婧龄 王春霞夫妇 老先生只能缓复行动 老太太则因为糖尿病 卧床三年半 过年前有个心愿 春节就要到来了 老妈妈一直担心的就是 春节要到了 我想洗个澡 想打扫打扫尾声 这都是奢望感觉 因为老妈妈已经卧床好几年了 所以说今天 几位师姐来了 帮着家里打扫尾声 给老妈妈洗个澡 也让老妈妈在这个春节 然后过一个 和老爸爸俩过一个咸和的春节 搅凉啊 与老夫妻的女儿合作 还可以多点时间 为他们两人泡泡脚 剪剪指甲 这回你就跟我着急了 这回有我们吃鸡陪伴 吃鸡陪伴就跟我着急了 以后三日 对啊 以后三日跟我们说 我们都来 好 一家三口人都因为疾病缠身 大扫除 做不来 自称慈季女儿的志工们 把客厅 厨房 浴室都打扫干净 那这个钱是留帮助谁的 帮助困难的 有困难的 临别前 老妈妈捐个竹筒 也完成岁末年终 帮助人的心愿 带新闻真上美之工 面红院 简玉萍 冯立芬 辽宁报导 妈妈好 白了